有一個玄學家 其實我在說看風水未必相信鬼神 未必什麼? 未必相信鬼神 是嗎? 是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的嗎? 看真風水的人都一定不相信 不一定的 有些人不相信 他純粹相信一個玄學理論 他要上山去沉龍點穴 他有一次在七月節 七月的時候打算上山找一些穴位 村民已經說了 師傅在七月節上山時常常有漿氣和毛 你自己上山時不要自己小心一點 師傅說鬼神的事我不相信 我只是相信風水而已 他不聽就走了 從早上找到黃昏就打算下來 他說他下山時突然間那條路 就有很多的霧出現了 通常霧出現就是春天的時候 就是雨水多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是秋天 秋天怎麼會有霧? 秋天是很難很難有霧的 少點機會 第二件事就是他下山時看到那條路 有一條很大的白色的蛇 好像那些大網蛇一樣 就是阻礙著那條路 他覺得那麽大條蛇在路上阻礙著 他就不走 因為不知道那條蛇會捲他 就繞了另一條小路 想著走回落山 他走了很久 走到天差不多一刻 都一直走不到落山 他不知道為什麽 為什麽呢 總之他看到那股霧在那裡 但是他走也走不到落山 當時他有指南者有羅庚有成的 基本上你是對著某一個方向 一定是走到落山的 他知道東南西北 但是他跟著那個方向 他都一直下不了 那好了 都走到距離 下不了山 下不了山 都是在森林裏 走不到一條路 好 到他怎樣呢 走到爽氣 唉 沒辦法了 唯有在樹底那裏 就慢慢休息 好了 他就俯作了 第二天有個人拍醒了他 就是那些村民上山 不知道神分還是怎樣 他說師傅 你還未下山 為什麽你躺在那棵樹那裏 累了 他說他昨晚一路 累了 真的走得累 累了 不是怎樣 眼睡 他說他一直都下不了山 而且村民就說 你當然是被鬼迷 他又不相信 我不相信鬼 你自己看看你旁邊 原來這個人 他就躺在一棵樹那裏 那棵樹的旁邊 全部都是泥地 整棵樹 只是看到他的腳印在一棵樹上 在一棵樹上走 沒有其他地方 沒有其他地方走 從那次開始 那些霧令到他迷惑了他 不知就自己一直走 到天亮有些村民看到他拍到的 他才可以走回落山 自此這個人就開始真的相信 其實是有解決方法的 是… 是…